台积电不进驻龙潭园区三期 台湾市长张善正接受媒体专访 强调龙潭设厂破局是因为假惊 那么去年在不管是郑文燦 或是附贞昌宣布的时候 老实说地方的居民并不知道 他们就觉得很不被尊重 甚至讲得难听一点 有点被强暴的感觉 张善正表示国客卫是2027年 才要开始征收土地 原本有四年的时间可以进行协调 不过前台湾市长郑文燦 在2022年10月太早公布设厂 郑文燦提到为了减少居民抗争 逐客管理局主动把南侧20%的基地 大约有五个住宅聚落正式化出 不过台湾店在科学园区里面 采取只租不售的方式并非买断 成立36年来也是第一次遇到政治人物 把猫头指向台积电本身 为了避免外衣效应 以此台积电选择不进驻龙科三起 我们希望说大家尤其是政治人物 真的要尊重产业发展的政策和程序 不要为了政治的原因来甩锅 其实在这个计划核定之前 那么行政院已经开了非常多次的协调会 包括用水计划 用电计划 包括生态保育 环平的条件 以及学校的安置 龙科三起还是会继续往下走 台湾市府说会继续协助 希望台积电能够进驻 原区扩建计划卡关连带创造 5900个工作机会 短时间回不来 产业区域发展只能再延宕 3.7晚张文杰 黄振杰 台湾唱包